中国的喜新来讲是一大的考验 因为本身也没有拿过 真正的世界级的单打的金牌 我想对他来讲 他当然要能够发挥他应有的打法 尤其他正手的抢功 这一板球是不是能够运用得上 当然影响他整个比赛的掌控 那他的对手萨姆索洛夫 我想他整个经验没有问题 但是打球的这个刁砖 尤其控球的节奏 是他的一个手上的本领 那我想比赛当中 每一球每一球跟几根几 这之间的这个战术的变化 当然是选手要很冷静 对你最有利的战术 应该要适时的用得上 许欣在四强战士4比3 立刻了德国好手奥洽洛夫 闯进到了冠军战 而在萨姆索洛夫的部分 打的也是非常轻松的4比0 很少的另外一位德国好手 沃尔晋级到决赛 我们在前一阶段的 这个军军战结束之后呢 奥恰洛夫也是以4比1的局数 打败了同胞好手沃尔 成为了今年男子世界杯的第三名 现在就来看一下 去年在军军战碰头的两个人 现在决战的舞台升级了 变成是在冠军战上面碰头 前面两次 前面两位选手 一共有四次在鼓励赛对决的经验 那么是各拿两胜 所以呢也是一场 五五波势均力敌的比赛 对 那这两位选手的打法 那中国的喜新呢 是一个左手直拍 而且是直拍横打 那在打法上呢 跟横拍两边进攻 是有点不同 那白俄罗斯的萨姆索洛夫呢 他的除了反手的拉球之外呢 他正手的进攻的强度呢 是优于他的反手 没错 所以就要来看一下 这位同事老将跟年轻小将的交锋 哪一边会是最后的赢家 对比赛的场上的表现 跟自己本身的自信心呢 当然是影响最大的 37岁的萨姆索洛夫 在最新公布的世界排名 还是排在15位 大会的第五种子 要共赏大会头号种子许昕 世界排名第二位 好 搞跑发球 哇 第一个球 没有做好准备的感觉 许昕呢 完全打到这个手指了 是不是压力太大了紧张啊 第二个球 一样犯的毛病 处理这个对方的发球 感觉上 判断上完全是没有跟住球啊 哇 喜新这一场球是不是 想要求胜哦 没错 反倒是压力紧张了 开赛萨姆索洛夫二比赢的领先 好球 喜新的侧身的重板的一个强拉 最拿手的就是这一板球 我想以萨姆索洛夫的经验来讲呢 应该会有所调动哦 没错 往直线或者摆短 哇 先抢拉哦 反倒是初见了 这个球萨姆索洛夫的应该是要拉了哦 因为是一个出台的长球 二比二的平手 发球权回到萨姆索洛夫的手上 这次的抢攻 似乎击球的时机没有抓好 感觉有机会的球 对 这个球是一个下拳球的拉球 排断 3 4 2 刚才就控制球的能力部分啊 许新这回站得上风 对 这个喜新的这位选手呢 第一集的过程很清楚的 我能侧身我就侧身 不管是强拉或者是高调式 稳定性的拉球 他就是要抢攻 那目前他的对手还没有做一些调动 哇 想要做一个直接的对角线哦 萨姆索洛夫还是做一个失误了 其实今年对中国选手来说 也是有非常多的大赛要应付哦 包括前一阵子在国内 他们才刚结束他们自己的全国运动会 当时呢 许新其实表现得并不理想 也被股价队总教练刘国王拿出来有稍微点斗 希望他能够好好加油啊 那就看这次的男子世界杯 他是不是能够拿到个人 第一个世界冠军的头衔 对 萨姆索洛夫罚球之后 抢拉 好球 好球 喜新的正手联系两板的做一些弧线的改变 那只要呢 被他逮到的正手呢 对喜新来讲呢 拉球的整个刁砖整个变化呢 是他主要的一种武器 没错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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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反拍的横打哦 能够 反拍能够加速的前冲 8比3的领先 许新在度过了一开赛的小乱流之后 现在发挥的非常出色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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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萨姆索洛夫这边啊 老将的价值 对 它事实上 一开启两分拿到 现在才拿到第三分啊 所以萨姆索洛夫呢 应该是没有想到 开启发球两分拿到的 结果竟然连丢八分啊 对啊 结果这边呢 马上又推了两分回来啊 不愿意在第一局就气势输太多 这个揭发球呢 还是往 喜新的反手位啊 这个也是蛮危险的 目前喜新呢 这个 因为它的正手呢 发挥的正常啊 车身 又是抢弓了 哇 无论一个变线 它的变线之外呢 它最后一板呢 有一点点侧拉 把球呢 往内拐 这就是它最后利用 锁碗的一个 除球拍的角度之外 锁碗的内勾 这是不简单的一个技术 产生了一些弧线上面的变化 又是正手抢拉 对啊 这次测身来得非常快 也逼出了第一局的局末点 萨姆崇洛夫过去曾经三度闯进世界杯的决赛啊 三场都赢球 所以他曾经三度获得这个世界杯 男子世界杯的冠军啊 那现在要来挑战在决赛全胜的纪录 碰到的对手非常难强啊 对啊 对 萨姆崇洛夫这个选手 能够拿到三次的世界杯冠军 确实不简单 那以他这个年纪呢 这一届又打到冠阳军战 金牌战 更是不容易 对 不容易 好球 虽然落后呢 还是利用他的整个打法的这种变化 拿上了第六分 连锥两分回来之后 现在许昕还有四个赛末点的机会 面对到萨姆崇洛夫的发球 反手直接拉直线 现在握有鼠动拳 哇 这个球漂亮 许昕借力的一个防守 直接把球送回了没有人看管的桌面上啊 第一局的比赛由中国选手许昕获胜 比数是11比6 在这场金牌战胎1比0 暂时领劫萨姆崇洛夫 这场比利时男子世界杯 金牌战的第二局 要由中国选手许昕来发球 刚刚第一局的赛末点上 如果说萨姆索诺夫的进攻是100分的话 许昕的防守就是120分了 对啦 非常好的防守 挡进了一个关键球 让他再将比赛先下一城 可以举例开始 一样是由许昕 先持得点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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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挡住你 当然萨姆索诺夫呢 在处理第一个接发球之后呢 開始進攻了 往喜新的正手位讓他移動 可惜了 雖然拉起來的球慢慢的 帶有旋轉 薩摩索洛夫一個想要下壓還是出劍 哇太長了 喜新呢 這個正手的搶攻呢 整個力量的結合 而且他穩定速蠻強的 所以 盡量燒給他有正手的發力 三比 對先調動 哇這個球 反倒自己沒有注意 薩摩索洛夫呢 做一個白短就是要搶拉 結果自己呢 拉球的力量不足 直接掛網 又是 慢慢被拉開的狀況 看一下薩摩索洛夫要怎麼應對 哇 跟剛剛最後一球一樣啊 雨昕全力的一板拉球 但是最後被薩摩索洛夫借力 擋了回來 雨昕已經根本沒有辦法再救了 這個 在側身的當中呢 已經全部的力量做一個進攻 這板如果沒有打死對手 那就等著被對手送回來得分了 沙姆索洛夫這個經驗的發揮 讓他拿下了第二分 滿多球迷是為了 sagteaus 來的喔 好球好球 台內的轉球 那莎姆索諾夫呢 他的身高或手槍輕輕的跨一步 就可以打到 很快的把差距追到只剩一分 莎姆索諾夫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高起來 殺高球 哇應該是沒有問題吧 你放的再高呢 我就是比你高的 莎姆索諾夫還就人高馬大 下壓就直接扣殺了 雖然呢 這個許欣很高的來球 但是呢 他力量還 哇直接的打向身體 許欣的身高177公分 但是莎姆索諾夫是185以上的高度 準備 拍 紅 5比4 5比4 喔擠到了擠到了 這個球 許欣呢 也難得出現的 這身呢 太慢了 那莎姆索諾夫也知道 這個球呢他是一個快波 擠到許欣的衣服這邊了 嗯哼 又一次的平手 這裡 5 6 5 現在等於是一個女來我往 相當激烈的爭奪 沒得一分 看得出來許欣也 持續的要鼓舞自己 對 應該就是 用這種 士氣的來做一些搶攻 讓對方 好像 讓他沒辦法做一個敢攻的架勢 不管選手或教練 在接受訪問的時候也常常提到 這種場上的興奮度 對選手的表現來講 是很重要的一個指標 打得悶悶的 很容易就被對手的氣勢蓋過去了 6比6 有一次的選手 輪到許欣發球 正手搶攻 這個是 發球的 製造一個偏高的萊球 那當然對薩姆索洛夫呢 第一個要觀察的就是 他的旋轉度 一般來講 喜欣發都是短球為主 他有一個側上 一個側下 所以呢 兩種完全不同的旋轉 又來了 又一個側上 哎呀 可惜啦 哇 自己覺得說怎麼會他出界呢 喔 發球還是發一個側上 機會來了 出界了 圖線太高 這個球可以拉低一點的 一樣啊 還是你一分我一分 發球拳又回到了薩姆索洛夫的手上 高 就是想要互相較量擺短 薩姆索洛夫嘗試在落點上面 做一些變化 發生失誤 對 那能不再 喜欣的處理短球呢 當然就是不讓薩姆索洛夫的手進攻呢 是最理想的 對 但是這個要觀察一下他的發球的位置 第二個發球 啊太長了太長了太長 哇 直接的薩姆索洛夫呢 那你知道沒關係 你拉起來吧 我等著啊 正手搶拉 那你白俄羅斯這位選手啊 你會發現呢 他在急速的後段重要的比分呢 他就是側身 他知道他的正手的進攻呢 比較有威脅性 8比8 又一次平手 哇 非常快速的側身 儘管已經有點被擠到了喔 他這個有點猶豫喔 應該是說他認為是會短球 他一發現不對啊 怎麼 薩姆索洛夫呢 做一個波攻啊 馬上轉為側身 哦 常常貼近身體的地方 把這個球回過去 反應非常快 好 第二個發球 短球了 他已經準備好了 互相呢 在心理上呢 多有一種 這個對抗 在預測 對手來的球 在哪裡 喔 連三板喔 第三板呢 位置沒有做好 一開始先來一個戳場 把水星給掉開之後 對先把它掉開 沙姆索洛夫 其實光是用反拍了 結果壓制住水星了 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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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關鍵分上面 薩姆索洛夫的 長球相當大膽 對相當好的步伐 薩姆索洛夫應該是自己 也沒有想到 他這個球還能夠閃開 能夠拉一個這麼刁鑽的弧線 這個薩姆索洛夫心裡一定想說 我不打你反手 我直接一直打你右邊 打你的正手 打你正手 你就會稍微有跑動了 再一次 好球 好球 又是一個長球 但是這是 改發水星的反手位 壓迫到了對手 他就是很有經驗 因為這個球 明顯的 水星要逃走 對他想說是一個短球 移位到正手的地方 來接短球的情況下 水星 接了一個質樣不高的球 讓薩姆索洛夫有機可乘 10比10 雙方搭進了Deuce 調動 調動 水星的正手 這次呢 就是出現在 顧法上呢 有點 沒有戰 這個可以看出 還是 白歐雷斯這位選手的經驗 對 對 呼喊薩姆索洛夫的名字 因為薩姆索洛夫是他的姓 他的名字是Vladimir 所以聽到旁邊的Vladimir 就是他的綽號 11比10 薩姆索洛夫的據點 車開 好球 水星的步伐 可以看出 確實確實的很果斷 那也可以看出 薩姆索洛夫呢 這一球一定心裡想 我又打錯方向了 哇 這個中國這位選手呢 就是拚啊 對 因為這個一般來講 從這個 他的正手 直接測開 這麼大的距離 難度很高 對 現在 又一次的Duce 他往前還是守住了自己的發球分 在白短這個部分是 許欣到目前為止 發揮了比薩姆索洛夫明顯要來的 有優勢的地方 對 這個是要反拍的 做一個強拉 好 接下來呢 當然就是考驗喜新呢 可能在進攻上 還是維持 但是是左邊的進攻 還是右邊的 這個直線的進攻 就要看了 來 這個球 應該是想要做進台波攻的 想要馬上側身 他一打呢 整個人就往他的側身 想要動了 結果產生失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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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步Duce 十二比十二 好 每一個人發球 壓力都很大 很大 守不下來很有可能就要丟掉這一局 對 因為發球還是沾上風的 側開 哇 這個 自己預測錯誤了 他自己 我想喜新呢 當然 心裡也在想 應該不會再給我反守位了吧 我反守那麼強 還真的來了一個反守位 對 整個前後也搞亂了 現在薩姆索諾夫逼出了局點 同時握有發球權 高昊 好球 又是給到了 主星反守位的長球 發揮到了效果 第二局的比賽 埃羅斯老將薩姆索諾夫 歷經的Duce只有以十四比十二 立刻 主星 在金牌戰上 一比一 兩個人贊成的平手 歡迎回到比賽的現場 2013年男子世界盃 在比利時舉行 場上進行壓軸的金牌大戰 薩姆索諾夫 和許欣 現在是贊成1比1的平手 在第三局一開始 由薩姆索諾夫先來發球 從第二局的後半段 薩姆索諾夫有效的長球 的策略 已經干擾到許欣揭發的一個感覺 對對 他等於說 我不跟你打斷球 因為他畢竟呢 像許欣又是一個 直拍的 這種打法 短球上呢 是控制上 比較細膩的 哇 這個 我把薩姆索諾夫打開了 對 也是 不容易的一件事 好 喜欣呢 要靠他的發球呢 製造一些進攻 1比2的落後 短球 破 哇 側身 很可惜很可惜 這個是最拿手的 還是產生的失誤了 動作有點太大 那接下來薩姆索諾夫發球呢 除了短球之外呢 短球之外 長球的機會蠻多的喔 薩姆索諾夫第二次發球 這個直線長球的機會 應該是會製造出來的 還是短球 還是短球 哇 Staats往後球 就回來了 對拉 izado 齒齒齙這一次 守得相當緊密啊 能夠跟這種 唯一就是洗心 洗心的正手 還有他的步法 哇 這個球 可能是在眼台的當中 能夠拉一個薩姆索諾夫 相當不簡單 3比3 前六分打完 兩位選手贊成平手 漂亮 發球之後的搶攻 在中國喜新呢 這個部分拿的分數蠻多的 也可以看出啦 他的發球還是有一定的旋轉的變化 等於現在兩位選手必須要把自己的發球分給保住 想辦法從對手的發球分再偷個一兩球起來才有機會獲勝 又是一個對他的狀況 薩姆索諾夫 這一回站穩正腳了 壓迫到許新的身體 這兩位選手呢 都是在進攻上製造一個強烈的一個弧籤球 好球 反拍做一個進攻 這個喜新的打法 以這次的比賽蠻火的 早期呢他反拍的進攻沒有這麼出色 應該是有受過一些訓練的 這次面對一個發出台的球 許新 直接 強拉回去 拿到分數 6比4 稍稍的把兩個人的距離給拉開 輪到許新的發球 好短球 殺高球 哇放的真的是高 對 這個薩姆索諾夫呢 他就是能夠控制好這些 哇繼續殺 已經連攻了5-6板球 許新還沒有辦法打死薩姆索諾夫 哇直接的 還在圓台喔 這次的防守相當精彩 這個球實在是最後呢 來回超過死板的情況下 邵武索洞夫之後掉高球掉死了許欣啊 應該是說邵武索洞夫舊的球實在是太高了 也不容易打 對 確實不容易打 中間還嘗試要想要來反倒 發現沒有機會繼續掉高球 收到效果 畫面可以看出啊 這個一般來講 這個球呢 是帶有旋轉的 帶有旋轉的 不是等在那邊讓你扣啊 對 他是打到球的時候呢 在膠皮上帶有一點摩擦齁 所以你要 你真的要扣殺呢 你抓不準就會產生失誤 又是在處理揭發球呢 還是產生的不順喔 許欣拿到這兩分之後 感覺滿有自信的 現在發了全回到薩姆索洞夫的手上 突然間呢 直接的打向喜欣的正手 讓你跑棒 這個球是觸王 要來重發 第二次 換位置 好球好球 又是一個反守位的長球 先壓迫到喜欣 喜欣在揭發完之後 已經側身準備要來做搶攻 哇 薩姆索洞夫的整個回拉 感覺上他很輕鬆喔 事實上就是動作的協調性 好球 又是一個擺到反守位 側身強拉 當然 以薩姆索洞夫 大致上呢 他也大概知道 喜欣的 正手的威脅 威力 但是有時候呢 沒有很清楚的 直接就先掉開他 喔對 要想掉開了 還是自己失誤了 對 那當然 戰術想要執行失敗 對後面的 處理就有問題了 喔 準決賽 接著決賽 這兩場比賽對許欣來說 碰到的都是歐洲頂尖的好手 很大的挑戰 還是想要直接挑戰 對 大概正手 那這一局呢 事實上是薩姆索洞夫自己 產生的失誤 而這樣的情況 很有可能會賠上這一局 作為代價 不過許欣這邊也想要搶攻 這次出手球觸網之後出界 被薩姆索洞夫化解掉了一個局點 觸網重刮 欸 遠遠丟兩個啦 哇 喜欣呢 這個接發球呢 不曉得有什麼問題 應該是認為說 薩姆索洞夫發球很少 變成右側的旋轉 他現在發球已經改變了摩擦的角度 接了之後直接下完 對 好好的想一想 對他來說 主動權還是掌握在手上 接下來的兩個發球 只要拿下一分 就能夠取得局數領先 滿手啦 好球 還是發球 直接打向 上索洞夫的斜線 讓許欣以11比8 拿下了比賽的第三局 同時也重新取得了局數上面的領先 再堅強 今台戰2比1領先上五組 好球 好球 直接打向 打完前面三局之後呢 中國好手許欣 暫時2比1 領先白羅斯老江薩姆索諾夫 來到第四局的比賽 要由許欣先來發球 好球 許欣呢 已經也稍微有準備 大概 往正手的這個位置呢 是會蠻多的 所以他拉完球之後呢 反手一拉呢 他沒有側身喔 稍微等待一下 一比 方索洞夫來到這個關頭 還是非常的冷靜 從他的臉上 其實看不到太多 這個表情上面的變化 不管領先落後 都是一樣 跟他的打球的球風一樣 他就是沉穩 慢慢來齁 一比二 發球又來了一個長球 今天面對許欣其 沙姆索諾夫並不怕發長球 直接跟他對啦 對對對 事實上 發長球呢 倒是沙姆索諾夫有機會對啦 只是在落點上齁 太過多都是一樣的 洗心的反手位 這個可能在這場球賽呢 感覺上掉不開洗心齁 這個可能 沙姆索諾夫呢 也要改變一下策略 也要改變一下策略 好球 開始在反手位上 沙姆索諾夫逼的許欣 必須不斷的往後退 最後也順利的拿下分數 一般 給的落點深了之後 一直在壓迫許欣啊 喔喔喔喔喔喔喔這個球 基本上齁 沙姆索諾夫第一個接發球 就是強拉了齁 你可以看出許欣的反應呢 橫移 就是側身還能夠打到這種球 這個彈跳完全超乎 沙姆索諾夫的想像 對 這個球好像已經擠到沒有位置了 他還可以 稍微移動 用身體稍微放開 做一個回擠 兩分差距 好球好球 對 沙姆索諾夫呢 還是能夠有效的 他認定洗心的 目前呢 也在看住他的正 他的正手 哇 撤開了 撤開了 這次把角度給帶開來 沙姆索諾夫成功拿下分數 也等於是 前面一球的策略 先看住了許欣的反手位之後 這邊突然來掉了一個正手的短球 對 發揮效果 破 破 開 陳氏超前 沙姆索諾夫 5比4的領先 事實上 我從 這個 第四集 目前的比賽的過程 沙姆索諾夫很冷靜 嗯哼 他目前應該是預測得出 喜欣呢 不是像前幾集 對 一有機會就撤 他一直在等 喜欣一直等他在正手 結果沙姆索諾夫呢 他就不給他正手 這個互相呢 在心態上 心智上的對抗 對 所以呢喜欣呢 他現在沒有正手的強拉了 他反派一直進 一直在進攻 所以我想這個就是要 現在要大膽的撤開齁 因為呢喜欣的得分呢 他的正手的強拉是最多的 對 一分的差距 沙姆索諾夫 還有一次發球 又改變了一個發球 不過這一次 許欣沒有上當 6比6 追平了平手 輪到許欣的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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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手 好球 哇 側開 漂亮 一個放高球 這個要慢慢打 對 又來到這樣的局面 又來 這一次 許欣的進攻 收到了效果 自己也 兩天大叫一聲啊 這個 在進攻的過程呢 畢竟前面許欣打掉了一球 所以這一球對他來說 是對信心來說很重要的 要慢慢 要這個球當然是 進攻上呢 帶點摩擦 7比6 脫 又在猶豫 許欣呢 第四級呢 雖然呢 分數來到7比7 但是明顯的呢 在側身上呢 是在有點慢 那也可能是 第三級打完教練也跟他提醒 他的正優 所謂的正手要注意 正手要注意 結果側身太多了 對 根本沒有側身的動作 好 差邊啊 差邊啊 發球的差邊 幸運得分喔 薩布索諾夫 這一分拿得到 讓許欣也只能 露出苦笑 這個發球還是 很有但是的 第二個發球 薩布索諾夫 機會球 對他來講 應該是 自己也覺得很可惜喔 對 他表情上還是 看起來沒什麼 但是我想 對他來講 絕對有影響 這個影響太大了 直接的 在第三板的搶攻 許欣成功的把領先的位置給要回來 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許欣能否先逼出局點 高起來又是第三板的搶攻 薩布索諾夫的盤拉 相當精彩 這個非常高水準的 從薩布索諾夫的防守當中呢 要轉為正手的策拉 那還是要 彈到薩布索諾夫呢 只要 極速的後段的比分 他就是正手開始出現了 所以這是 一貫的打法 也可以看出呢 薩布索諾夫的經驗告訴 所以說我 搶攻呢 是以正手為主的 那當然 要怎麼有機會 就要看他的戰術的配合了 薩布索諾夫的發球 哇 哇 許欣說沒關係 你要側身呢 我也知道 沒錯 這個球呢 他直接的 看到萊球 哇 這個難度很高 直接打向呢 他的右邊啊 完全超乎了薩布索諾夫的想像 這邊是露出了一個很大的空檔 也讓許欣 現在逼出了第四局的局末點 這樣子壓力 全部都累積在薩布索諾夫的身上了 這一分拿不下來 就要讓對手聽牌了 哇 太長了 太長了 這個危險了 這個發球太長了 連攻兩晚的情況下 許欣順利拿到第十一分 他也興奮地在場邊大叫 第四局的比賽 許欣十一比九獲勝 只差最後一局 他就能夠登上 今年世界杯的冠軍 之後中國有許欣 3比1領先白俄羅斯老將薩姆索諾夫 對 薩姆索諾夫呢 1比3都要如何的趕上呢 大概就是唯一的不能太過於防守了 對 其實這個時候也考驗許欣的心臟 再怎麼樣 23歲的他 還沒有拿過世界大賽的冠軍 會不會有這個靜香琴切的情況發生 也是一個關注的重點 教練應該告訴他 許欣你現在3比1領先聽牌 就是搶攻 不管怎麼樣去拚這些球 尤其用正手的搶攻 這樣會使對方不知道要怎麼去防守 對 你不能變成防守 許欣2比1的領先 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 這個球 直接薩姆索諾夫回了一板直線 對 開始掉向正所謂的 讓許欣做一些移動 2比2 在去年世界盃的季軍戰上 薩姆索諾夫打敗了許欣 今年冠軍決戰現在開台許欣 稍微佔了一點優勢喔 不過薩姆索諾夫 原來是穩穩地打出他的策略跟球鋒 打出他的策略跟球鋒 打出他的策略跟球鋒 當然對許欣來講呢 他這個揭發球就直接進攻了 所以 一個選手呢 就是要把握住 大家進攻當中 不要變為防守 當然對中國的這個教練團也很清楚 畢竟許欣也是比較年輕的 就是強攻 好 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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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許欣也收下了分數 把握自己發球的機會 對你只要先正手搶 對方薩姆索諾夫就是防守 你也沒有其他的招式 你要反拉難度也很高的 所以戰術是影響很大 好然後許欣發球 強攻 就是強攻 那這個薩姆索諾夫呢 借由防守而已 在第五局裡頭薩姆索諾夫 原本固弱金湯的防線 好像被許欣也識破了 對 哇削球 哎呀 這個球 這個在桌面下的回球 讓薩姆索諾夫 沒有好好的看清楚旋轉 對這個 許欣呢 是已經 快要 要球往下掉啊 他做一個直拍的蕭球 這個蕭球 這個蕭球來講 薩姆索諾夫應該是沒有意想到 這個球快要掉下去 啊用蕭球的 這個帶有下陷的 突然間一個下陷 讓薩姆索諾夫最後回球 觸網之後出界 也迫使薩姆索諾夫 反出了戰敵 對 當然這個比賽的過程 喔 也許你先的洗心呢 然後這個進攻再進攻的 企圖性太強了喔 整個來講薩姆索諾夫 要怎麼樣不讓洗心攻擊喔 目前看起來是很難的 除非呢薩姆索諾夫呢 直接的喔 就是發很短然後直接的進攻 也是在比賽當中呢 最有效的一種發球搶攻 沒錯 再暫停回來之後 薩姆索諾夫還有一次發球的機會喔 必須要想辦法手下來 對免分數的差距再被許欣進一步的拉開 3比6落後 薩姆索諾夫已經被逼到了懸崖邊 還是被拉 這個球可以看出喔 洗心呢 經過剛剛的 休息的一分鐘之後呢 他的教練也應該提醒他 就是靠你的正手 就是正手 不管強弱 我就是要強拉 這一球由薩姆索諾夫 拿下分數 比數形成了4比7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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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手位的一個胡籤球 對 看得出來現在 許欣越打越有勁的感覺 對 他事實上呢 薩姆索諾夫是想要調動他的正手 但是許欣就是這麼順 我還沒有測身你就調個正手 我當然等在這邊把你做一個反拉 輪到薩姆索諾夫的發球 哇 這個球明顯被擠到身體了 那麼許欣呢 腳步推得不夠快的情況下 出手有點勉強啊 最後也出界 分數鎖定在3分差 喔 這個球 對這個球的出台 是不容易打 這個稍微一點點出台 哇 這個教練好像 是不是要喊暫停了 揍不住了 對 應該是比喜欣更緊張啊 好像要猶豫要不要叫暫停了 我想這個暫停 是必要的 是必要的 因為呢 目前呢 8比6領先喔 又輪到喜欣的發球 我想他這個兩個發球 就是關鍵的啊 那這個教練應該會提醒他 你怎麼發隊裡最有效 常常這兩分 喜欣接球 感覺有點虛虛的 手有點沒力的感覺啊 跟前面那種有自禁的出手 不太一樣 越想要 越保守就是有點猶豫 像這個也是側身猶豫的齁 這個基本上已經慢了一拍了 沒有拉開 啊 經過 中國的 喜欣戰平呢 我想 單打的發球呢 是可以主導戰術 那喜欣目前的戰術呢 還是會交代他發一個不賺的 好 斷球 讓這個薩摩索洛夫回籍呢 逮到機會 就是 正手 如果一偏高就可以成功 對 不管怎麼樣就是 先搶再說 今天 老道的 薩摩索洛夫 如何接這個 不賺的短球 我預測是 不賺的短球 那薩摩索洛夫是不是這樣去想呢 就要看他 這個比賽的過程 暫停回來 許欣8比6 兩分領先 同時握有發球權 第一個發球 對 不賺的上線球 搶拉 搶拉呢 只要呢 領先者呢 做一個進攻 那防守者呢 真的就是壓力大 畢竟他不能失誤 沒錯 所以這次乒乓球的比賽的過程 齁 尤其呢 輸的這一方 齁 他是不能被搶攻的 拿到第9分 還是發上線球 搶攻 自己覺得很可惜 出網之後 出界 沒有進 這兩個發球 許欣拿到1分 這個一反手一拉呢 真的帶給薩摩索洛夫 應該是很大的壓力 哇 又發出台了 應該是防守 兩個人對拉薩摩索洛夫 想要主動的變線 但是這板球 力道稍微拉得大了一點 現在 許欣的金牌點出現了 10比7 許欣 現在距離個人第一個 世界大賽的冠軍頭銜 剩下最後一副 要來接薩摩索洛夫的發球 好發轉球了 哇 最後我想要給一個 反手的角度 結果 偏了出界 比賽結束了 中國好手許欣 以11比7 拿下了金牌陣的第5局 同時最後也以4比1的局數 打敗了白俄羅斯島 將薩摩索洛夫 許欣可以說是 復仇成功了 在去年的世界盃 季軍戰 他就是敗給了老薩 三個一年之後 戰場轉到了比利時 許欣完成了他的任務 拿下了個人 第一個世界盃的 男子單打冠軍 那這邊也要請坐 再跟我們談一下 這一場比賽 許欣能夠獲勝的關鍵在哪裡 對 這場球賽呢 從整個戰術打法上呢 可以看出呢 中國的喜欣呢 發出他正手的搶攻 非常的積極 整場呢 一有機會就是搶攻 那重要的關鍵呢 就是在於喜欣發球上呢 發球搶攻 尤其發短球 不賺的球 那直接的搶攻 這個得分力非常高 也可以看出薩摩索洛夫 這一場球賽接短球好像判斷上 有一點點不是很清楚 加上呢 薩摩索洛夫呢 在打的當中喔 往往呢 沒有調動這個喜欣的正手位的搶攻啦 正手位的步伐喔 所以呢 整場來講呢 好像是稍微被動了一點 當然也很恭喜啦 中國的喜欣打了一場 直拍橫打的一個好球啦 沒錯 最後獲得的金牌 那當然許欣拿下冠軍 也成為了男子是非史上 第一位 左手直拍的球員呢 能夠在這項賽事當中封王喔 那當然本來 這個左手直拍的球員就比較少見喔 所以許欣能夠 拿到個人的第一個冠軍同學更是難得喔 那薩摩索洛夫很可惜的 在這一次的比賽 他也發揮了非常精彩 不過最後只能屈居亞軍 那麼以上呢 就是我們為你送到這場比賽的轉播服務 有請 有請